今天来关心民众党首席柯文哲 申险金华城龙基率风波 就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 是被台北地监署 以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收贿罪 以及贪污罪呢 是来被申请羁押的 而其实呢 根据了解柯文哲是在 7月29号的时候呢 就被检联单位进行搜索约谈 而现在时间呢 其实就是早上的9月 9月1号的早上了 而现在的时间是将近三天左右 可是呢 柯文哲跟彭正生两个人 都还在法院里头 那为什么时间会拉得这么长呢 可能就是因为柯文哲在 30号的时候呢 一送北点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所以他拒绝夜间申讯 所以被检方当庭逮捕 而这个结果呢 当然是律师不热见的 所以也马上提出要来提审 所以整个申讯的过程呢 就被中段改开了提审庭 而提审庭呢 在昨天下午结果出来后呢 是确定驳回 所以呢 大约在3点左右的时候 重新开始进行申讯 一路呢 到晚间才会确定了生压结果 那现在呢 目前早上呢 最新的庭讯进度呢 就是要来掀开月券庭 那什么是月券庭呢 月券庭呢 就是检方认为 他目前还有一些 争办的细节 还在侦查当中 所以他不希望呢 律师呢 能够看到所有 所有卷宗相关的内容 要来保护一些 侦查的秘密的细节 所以呢 现在呢 早上的庭讯会 来掀开月券庭 等月券的结果出来之后呢 律师才会来进行月券 月完券呢 之后再来办理绿剑 绿剑完毕呢 之后才来会订出 神压亭的停期 很有可能呢 就会到今天的下午了 而持续带您来关心的 就是现场场外的小草们 他们现在也是开始 陆续的聚集了 现在人常呢 是越来越多的 可以看到呢 他们是自发性的 做了手板啊 或是拿着扇子 而且呢 他们都会穿着白色的衣服 就是要来声援柯文正 而根据了解呢 其实现场 其实有不少的小草呢 其实情绪都是蛮激动的 甚至有的呢 会落泪 或者是跟警方吵架 所以呢 目前呢 现场的警令呢 维持是在近百人左右 不排除呢 会持续的来进行浮动 而在稍晚呢 大约是在十点左右的时候 民众党的一些干部呢 也会来到北检前面 来开记者会 要来声援阿贝 我们也会持续为你守候 在台北地方法院 以上现场最新情形 时间镜头 交晚棚内